一条死的不能再死的尸体突然诡异地坐了起来 镜香被吓得尿不湿都湿了好几条 老六健壮掏出了K47 结果下一秒就被吸在了机器上 镜香立刻关掉机器 尸体这才慢慢地迅速落下 就在遥远的刚刚 男人半夜出门寻找外星人 意外看见了一个银色的塑料袋 可是膀胱一扫 竟然是一具恐怖的尸体 兴奋的男人兴奋极了 看来自己真的找到了外星人 就在这时 一大驼灰太郎却盯上了男人 吓得他有那么快跑那么快地溜了 很快老六和镜香就赶到了现场 从骨盆入口和尺骨联合判断 死者是一个大约30岁左右的女性 根本就不是什么外星人 尸体之所以变成这个熊样子 全是因为尸体的水分 被他身上这件银色外套保留了下来 把部分脂肪变成了湿蜡 但是奇怪的是 尸体的表面却异常坚硬 老六第一时间找到了报案的男人 因为在茫茫的草原上找到一具尸体 这种巧合有点过于巧合啊 男人只说了一句缘分就打发了老六 这是一个研究外星人的博主找到老六 他想了解一些外星人尸体的内幕消息 为了防止这家伙乱血一通 老六只好暂时把他友好的拘留了起来 为了进一步了解尸体的情况 镜香立马给他安排了核磁共振 结果没想到尸体竟然自己坐了起来 吓得镜香立马尖叫了起来 好在他及时关掉了机器 尸体这才恢复了瓶颈 随后他从尸体的头部取出了六颗小小的大缸珠 结合核磁共振产生的磁力 所以才能将整个尸体排了起来 此时尸体的面部复原已经完成 镜香也在死者的胃里 发现了一张用牙线拴着的内存卡 牙齿上也发现了牙线的痕迹 看来死者肯定是为了隐藏这张内存卡 所以才招来了杀身之祸 在导演的安排下 老六和镜香调查到了一家外星人俱乐部 外星人的铁粉都会聚集在这里 清理一眼就认出了死者 原来死者也是外星人的忠实粉丝 一个月前在这里和一个非裔美国女人 吵播架之后就再也没有来过 清理表示自己也不认识那个非裔美国女的 在清理的告知下 两人很快找到了死者的住所 刚靠近就发现玻璃已经被人强行砸碎 镜香更是在一旁的石头上发现了血迹 死者的房间里贴满了外星人的照片 老六发现有一张照片被人撕了下来 那么照片被谁偷走了呢 老六在石头上提取到了一枚指纹 通过比对发现指纹竟然是外星人博主 眼看着证据摆在眼前 博主只好将他偷的照片拿了出来 竟然是死者和报案人的亲密照 原来他们俩早就认识 莫非是报案人贼喊捉贼吗 于是老六再次把报案人带到了现场 男人告诉老六这里是他和死者 第一次看见光的地方 所以自己才会来这里寻找外星人 自己和死者也是几周才见一次 所以当时根本就不知道尸体就是自己的女友 那么到底谁才是凶手呢 实验室里发现死者头部的钢珠是从下巴穿进去的 但是他的脑瓜子并没有遭受到破坏 那么凶器应该是一把威力很小的枪 很快死者为里的内存卡也修复完毕 视频中有两辆油罐车还有挖土机 穿着防护服的人正在喷着奇怪的液体 原来这些人是在非法清到化学废物 看来死者肯定是发现了这个而导致了杀身之祸 通过调查发现 清到化学废物的工厂老板恰好是一个非裔美国女人 在外星人俱乐部和死者吵架的应该就是她了 但是嚣张的女人有些嚣张 表示自己只是想要买下她拍到的视频 死者以为自己真的拍到了外星人 怎么也不肯出售这才和她吵了一架 但是自己绝对不会因为这个而去杀人 老六想想好像挺有道理 并且这么大个老板 应该也不会使用威力那么小的枪 同时告诉老六 枪里的钢珠是40年代的产品 一般用在溜溜球轮盘之类的玩具上 上过学的老六立马想到了什么 于是他们再次来到了外星人俱乐部 因为第一次来的时候就发现了墙上的仿真枪 经过测试威力果然巨大 原来经理当天偷听到了视频的事情 她想拿到视频来敲诈工厂老板 所以就直接干掉了死者 案件至此真相大白 不要钱的小星星记得点下 我们下期再见